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欧洲的新经济 因为其实很有趣,欧洲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 它还是坚持搞它的工业,它历其量都是说工业革命4.0 你看回德国其实在它的生产里面的技巧是最高的 但是你看到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意大利也好,法国也好 它们投入在这个新经济互联网经济相对来说是不及美国和中国 美国在它们的研发在新经济里面投入是多的 它们的风投基金是非常之多 它们在这麽低息的环境里面,它们很主动去投入这些新经济的公司 令它们壮大得非常之厉害 那中国自从那天有中框村之后,也都在国家的带动之下 它们都形成了一个内地有少少席谷的文化 它们喜欢商创,创新和创业 在这十多年里面,中国由以前去抄外国的软件 到今时今日在它里面自己造成一个笨环的生态圈 它们自己设计到的软件是不会差得到外国 反而是会输出去外国 包括现在的TikTok,即是那个叫抖音 外国都很喜欢去玩TikTok这个软件 反过来,欧洲很少听到一些软件或者Apps 所以你们会很有印象 大概有八个左右 相对来说是著名的新兴科网公司 第一间叫Spotify 它是瑞典的,是一个音乐串流 其实腾讯已经是投入了它 通常腾讯差不多变成一间投行 见到好项目是会入股的 第二间是一间叫Salando 是一间德国的公司 是一间服装的网购平台 我都没听过 第三间,很多人都听过 就叫Supersell 是一间芬兰的公司 就是在讲一个叫做手机游戏 应该叫做万国联盟 在讲那个游戏很出名 第四个叫Klarna Klarna 是一间瑞典的公司 是在讲一个网上金融 第五间叫N26 是德国的公司 是一间网上的银行 还有一间叫BlaBlaCar 是法国的 是一间网约的车平台 或者类似Uber 滴滴 另外一间叫Gitnap 是一间乌克兰的公司 是一间软件开发的公司 最后一间就是Deliveroo 英国的外卖软件公司 这间就比较出名 你看得到的时候 就是说 欧洲里面 我们听得到 这几间里面 我们听过的 是只有三间 一间Spotify 一间Supersell 因为腾讯入了股 和相对来说 叫好用 他们就是出名 接着还有一间 就是Deliveroo 他都在香港 都做了很多 代鼠跳来跳去的 就是Deliveroo 随着疫情 因为很多人用 他和另外一只 Foodpanda 和UberEat 是鬥得很厉害的 那 为什么会出现 欧洲 会是落后 因为他们 相对来说 他们想法 相对来说 是保守 就是他们又要顾及 如果全部都科技化了的时候 现在的人 工作会是怎样呢 还有很多科技伦尼 他们要去兼顾 所以有这么多顾忌之下 他们的文化 应该是他们的文化 都是比较想得传统一些 例如意大利 现在都在说 我们要是一些很漂亮的手工西装 他们在说 追求那种是品味 就不同 美国的快餐文化 法国都是在说 吃个晚饭要三个小时 就是不同 美国吃个汉堡包 大家的文化不同 一样 德国是追求 它的精致 工艺 全部 大家看的东西不同 英国我们说的一个新史文化 就是要执到一丝不久 现在手上是差一点 就是头发都不疏 但是和美国他们那些大见头文化 即食消费文化 即食消费文化 强厂文化 是不一样的 那 即是不能说谁是对不对 而是只不过一个取向 但是随着 因为互联网的关系 那 如果你不放多些东西在科研里面 那慢慢 即是说 美国和中国 是会占领了九成多 在这个互联网的市场 欧洲就会更加进一步沉沦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你看到也是这样 它们的影响力会越来越低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 有什么大家可以留意 聊一聊 拜拜